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立法委员叶宜金 欢迎收看台湾广场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古迹的维护与活化 古迹或历史建筑 最能够显现出一个城市的深度 一个有文化运抵的城市 一定保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的痕迹 作为市民共同的记忆 而如何对待古迹 则可显现出一个城市的智慧 一般而言对待古迹建筑物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拆除 认为老旧建筑物就应该拆除 以免影响都市的繁荣与发展 第二种方式是封存 认为古迹就是要 如同时空胶囊一般的与世隔绝 完整的保留下来 不要有任何的变动 第三种方式是明智利用 英文叫做Wise Use 就是按照古迹的现况 在不迫害古迹的前提下 将古迹做最大效益的运用 去年我陪我的爸爸去看一部电影 叫做Carnone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很喜欢这一部 非常励志的棒球电影 他的拍摄场景就在嘉义室内 农委会林务局将旧时的日式宿舍 活化作为拍片的现场 古色古香的街道与建筑 让人不敢相信 它不是临时搭建的布景 而是真实存在 并可以实际使用的房屋 台南是台湾的古都 一直都有府城的美称 也是古迹最多的城市 从西元17世纪开始 荷兰人 明朝 正成功 以及清朝的统治者 都留下了许多 各有特色的遗迹 这是台南市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也是我们台南城市发展的优势 如何善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贝 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骄傲 但是如果采取 时空胶囊方式 一味的将祖先的智慧 封存起来 而不让人民众身体体验 仰望祖先的风采 也是很可惜的事 而且高昂的维护费用 还是要全民一起来负担 所以我特别要提出的是 古迹需要整体的规划 加以保护研究与教育的精神 将台南的古迹及历史建物 予以保存 依个案的不同 使用外观保存 内部整建等方式 规划利用 以落实历史教育与文化认同 同时引进民间的资源 以节省公务预算 而且就由民间的创意与弹性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而是真正能带来收益的资产 虽然目前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没办法申请登陆世界遗产 但是我们台南仍然上进一切努力 维护祖先留给我们的资产 运用我们的智慧与创意 活化古迹 为古迹加值 以谋 永续经营 等到我们可以申请 登陆世界遗产的那一天到来 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见台南的古迹 历久彌新 而且不断的创新 加值 我是台南市立法委员叶仪金 希望可以与你一起维护我们的古迹 活化我们的古迹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